没有那么多啊 是不是说有同学是找不到 因为这边看起来好像人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同学找不到还是怎么样 记得那个连结我也把它贴 贴到那个讯息里面 然后你记得云端白板里面 那个程式码就是在放在第一个单元 然后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之后的话里面 找到那个页数 就是我刚刚讲的第12E的地方 OK 当然啦如果你假设有没有想到更好的方式 或者说还有哪些不了解的部分 也许你可以在讯息里面再提出来 可以再讨论啦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把资料给 给显示出我们要的结果了 所以这个结果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在这个地方 云端的部分 那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其实可以run 所以你最后把它run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OK的 他就会直接帮我把这个资料给 显示出来 OK 看怎么这么慢 这部分的话又增加那个 就是蓝的物件的操作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那个 哪一蓝 你要减下的话记得就用点cut 然后要插入到哪一个位置的话 你就insert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又加这个部分 其他的话当然你 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需要再加强的 其他还有可能同意说老师那可不可以把这个格式 有的是粗体有的不是粗体 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或者是说这个蓝 这个D到F 他 这三蓝没有自动调蓝宽 所以如果假设 你假设要再增加那个自动调蓝宽 或者是说把那个蓝里面的质量 把格式清除掉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你们可以在那个colons里面 如果要拿 比如说D蓝到F蓝 我希望做 所谓的那个 自动调蓝宽的话 那其实里面有个方法叫autofit autofit的话就是其实自动调蓝宽 那如果你要把 比如说 D蓝到F蓝里面的那个格式给清除的话 那你可以再加点 里面有个方法叫clearformat 他就会把那个格式给清除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好 那这个地方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资料正规化了 那我们就可以查出这个限制的部分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下载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用贿赂栏 可是有同意就想说 老师那如果将来这个资料呢 如果我想要大量 或者是这个资料 将来会不断变动 那如果每一次都要下载再费入的话 其实也蛮浪费时间的 那有没有什么程式 直接就可以提供给他一个连结 然后他自动帮我把它下载 就到ESAL里面的程式 OK 那当然这边可以顺便提一下爬虫 那个爬虫部分的话 当然你们可以网上看一下 这边底下我这边有放了一个参考的原始码 我们直接看台电的 台电的部分的话 主要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呢 如果我说呢 因为有些同学不是最新的ESAL 如果你不是最新的ESAL 其实至少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一个用Query Table OK 那一个是用什么 一个用XML HTTP 物件 反正这两个物件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爬取网络资料 那只是说哪个简单 其实比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 相调之下应该是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假设 你 你刚刚的资料不要人工的方式贿赂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是旧的版本 会用的方法叫Query Table 那如果新的版本现在用Power Query 不过Power Query 其实好像也占不到便宜 为什么 因为它 其实相调之下 如果你用录制聚集得到的程式码 你会发现相当冗长 OK 那如果你要 抓那个资料的话 其实可以试这一段看看 Ctrl C 另外我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个程式里面 不外乎就先把旧资料删掉 然后连结的话 主要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HTTP S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这一段 我们看一下 点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 OK 把这个连结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这个程式码里面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贴上 那连结贴就是你要把这个资料放在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儲存格开始 一样 有点像COPY 后面的Designation 就是哪一个儲存格开始 它就会自动延伸出去的 另外的话 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65001这个东西 你想说这什么东西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是UTF8的话 那你就是65001 可是如果假设你那个资料不是6500 不是UTF8 你是big5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要改950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理论上 现在看到最多就是这两个 那其实 假设乱嘛 其实这边可以改一下就OK了 OK 6500 那你们可以拿这一段程式 假如说你要乱乱看Ctrl C 然后呢 你就直接贴到我们的 记得贴到那个 我们的Module的这个地方 把它乱乱看 然后你开一个空白的这个工作表 它就会帮我们怎样 帮我们直接去取得云端资料了 先把它停掉了 我看这个好像是不是一直跑 跑无从回应 OK 那如果说 我刚刚讲的这一段程式嘛 我们把它贴到这个底下 顺便讲一下 刚刚如果 这个程式如果发生那个像刚刚跑很久 一直跑不出来 那你可以按那个组合键叫Ctrl Break Break的话就是 键盘上面那个右上角那个有个叫Pause Break Ctrl Break 它就会强制把程式停下来 你再按停止就可以了 反正的话一直跑不出来 那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台电的资料 不经过刚刚资料 从文字 而是用程式来抓的话 那我们就按F8好了 先清掉资料 因为目前是清 然后再来就放在A1 抓下来放A1 然后UTF8 然后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档案是不是common做分格 common是斗点 OK啊 是啊 这个就是按照斗点分格 那refresh就真的 帮我把资料抓下来 而且在背后抓 OK 当然如果假设你refresh这一行错 大部分都是这个网址的那个连结资料 有连结失败 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连结不到 或者是网址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我们按F8 然后refresh 理论上它就会帮我们背后抓资料 然后抓完资料之后 帮我们把它放在A1储存格 并且延伸出去 OK 那因为这个资料好像蛮大的 所以要跑一下下 那end if 结束掉 这样就OK了 那你会发现喔 Ctrl向下一下 有耶 73801笔 资料就很快下 那你想说那跟刚刚 我们之前用那个资料里面的 重文字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 它没有帮我们格式化成表格 所以也就是不需要再转回去了 OK 你说表格什么好处啦 其实就有点像把它当资料库的资料表来用 不过大部分其实也是有比较少少用到这个部分 OK 所以基本上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假如说呢 我们要汇入资料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用这一招就OK了 理论上这个方法 我觉得程式第一个很简短 第二个效率很高 然后其他导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另外转码也没问题 OK 但是好像有一些网站的资料 就是会没办法下载 那当然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的话 你们就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方法一不OK 再用方法二 那其实方法二也差不多啦 只是换个物件而已 前面那个是用什么 query table 有没有 query tables OK 那其实顾名思义啦 query就是查询 查询表格 OK 然后这个的话是把它当XML HTEP 来抓资料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会引用 所以create object 就是引用我们电脑内部的一个物件 叫XML HTEP的物件 OK 然后把它引用进来 给他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HTEP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改啦 然后底下的这个get 其实就是连到哪一个网站 把网址给他 然后在send的话 这个send有点像是refresh 所以这个 假如将来你send的那一行出错的话 理论上也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找不到那个连结啦 OK 然后他send一个讯息 就是一个需求给server 那server的话呢 就会 这个叫request 需求 会给你一个结果 叫response 有没有 response就是他 他丢一些东西给你的 那丢在哪里呢 丢在response test 也就是把那个文字丢回来给你 那你再利用s物件取得这个变数 不过呢 他会有个问题啦 因为底下query table 好处就是说 他会自动帮你把它当table 有没有 因为逗点逗点嘛 自动帮你把它分隔 自动就帮你解决 这个come out的问题 但是 这个xml的http物件 他没有这么好 所以 底下 变成这个 我们是必须要自己写 写什么呢 写切割两个部分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资料 就是说 假如你这个原始资料 他尾巴一定换行 换行你要去切说 他的换行名称 换行的部分 换行切完之后 还要切斗点 所以这个有点麻烦 细节部分 我想之后我们再来看 所以 这个是切换行 这个的话呢 再去切什么 切斗点 然后 回来之后再把资料放过来 其实应该OK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要试 第二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sub 从sub and sub 这个部分 把它一样贴到这个底下来 贴上 我是建议 你们run的时候 不要run太多次啦 因为 我是怕说 像开放资料 政府 他都会 就是会监控说 你这个run的次数是不是太多 如果同时太多人存取了 可能会 也有可能会被封锁 因为好像有 跑太多次了 然后之后 蔡连好像就会被封锁 就被挡掉 大概至少挡个半个小时 你就无法连线了 OK 所以执行一下 我按F8好了 你们先create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物件 然后连线 Stand如果没问题 那表示应该就成功了 它serve已经收到你的要求 就是你要取得这里面的资料 那respawn之后的话 它就给我们自串 OK 这个你要自己切 所以切割到一个阵列 所以这个阵列里面的话 有这些资料 它就一行一行 但到底还没分嘛 所以就跑个回圈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切割 然后并且怎么样 逐一的放到我们的 这一个eServe里面 OK 那因为呢 这个资料还蛮多的 所以可能要跑一下下 两个跑下来好像 效率上伯仲时间啦 OK 有时候好像Cretable快一点 有时候好像是XML快一点 不过这个可能还要看实际的 这个 这个 eServe的版本 应该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我提到的 网路爬虫的两个方法 试着做做看 这个程式码会放在 第一个单元里面的 第几页 第七页的地方 所以刚刚的这个 Cretable物件 我是把它放在 第七页的比较下面 然后XML的话是在第六页的地方 OK 那请各位练习看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后面的部分 后面其实再来就要用到 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当然啊 我们一样会手动一下 然后再利用那个VBA 如果把它改VBA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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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